《新事國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事國聽新聞》 我是Ada 五個大樓的一項研究 詳細列舉了8個個案 用來講明 中共正在利用美國政府的一項 資助小企業創新計劃 為自己的利益發展 美國傳媒表示 國會可能很快要求相關政府機構 對尋求獲得聯邦資金的科技初創企業 進行審查 《華爾街日報》看到的這項研究發現 中共正在瞄準那些 在美國的小企業創新研究 SBIR計劃中 獲得五個大樓資助的公司 幾十年來 SBIR計劃 一直力求通過美國政府的競爭性獎勵程序 來促進創新 《華爾街日報》說 國防部的這份報告 一直在國會議員之間傳遞 報告詳細介紹了八個個案研究 說這些個案具有國家和經濟安全影響 個案包括SBIR計劃的參與者 解散他們的美國公司 加入中共政府的人才計劃 並繼續在那些支持中共軍隊的機構工作 國防部的報告指出 在美國實體展示了一些能力、知識 以及獲得聯邦撥款或投資後 中共通常就會瞄準這些實體 報告列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美國一家名為索榮 Solammer Energy Inc.的 最合物太陽能電池開發商 該公司在美國國防部和其他機構 獲得SBIR資金 報告表示 Solammer隨後解散了在美國的業務 並將其的研究、開發和知識產權 轉移到一家北京的子公司 報告說 該子公司和一家中共政府管理的實驗室合作 開展了具有國防用途的研究 五個大樓的研究人員 還舉例了Solagra LLC公司的例子 是一家已經解散的公司 為太空船和無人機開發太陽能技術 該公司四次在國防部獲得SBIR撥款 報告表示 Solagra公司的兩名聯合創辦人 和一名研究科學家 據稱在受僱於該公司期間 被中共政府的人才計劃招募 然後加入遞屬於 中共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的多所中國大學 該報告記錄的事例 還包括SBIR計劃的受益者 由中共國有企業獲得風險投資資金 並與支持中共國防工業的中國實體合作 《華爾街日報》指出 部分國會議員現在正在響應這些呼籲 議員正在尋求對SBIR 和相關的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 STTR進行為期五年的重申授權 作為一個全面的兩黨立法計劃的一部分 更廣泛的法案目的是提高美國的競爭力 尤其是針對中共的競爭力 愛河華州聯邦參議員喬尼·恩斯特 是小企業委員會的資深共和黨人 恩斯特表示 如果立法未能影響審查呼籲 他將會拒絕重申授權這些獎勵計劃 眾議院小企業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議員迪尼亞維諾貴斯提議 將這些項目延長5年 而不改變政策 當被問及五國大樓報告時 維諾貴斯說他要採取措施 確保這些項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但是他同時警告取消資助 會傷害小企業 壓實美國的創新 5月5日以馬可奴比奧為首的 多名聯邦參議員提出法案 將會阻止任何由聯邦資助的美國研究 和參與中共軍民融合戰略的中國實體 共享或聯合進行 防止中共軍隊獲得美國技術 具體來說 該立法將會禁止美國研究機構 以及接受聯邦資助的大學 學院和私營公司 在可能提供中共軍隊 對美國和盟國發動戰爭的能力的尖端科技領域 和中國有關實體進行HTEM 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研究 或技術交流 盧比奧認為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第一大威脅 北京想利用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手段 令自己比美國更強大 很多時候 我們的科學家和專家 和中國同行合作 但卻不清楚這些研究 將會被中共利用作為軍事武器發展 盧比奧提出的法案 將會防止這種類型的合作 並保護聯邦資助的研究 不會落入人民解放軍手上 共和黨參議員 李克什葛 在5月8日發表推文表示 中國共產黨想不擇手段 尋求對世界的統治 他和盧比奧以及多名聯邦參議員 所提出的重要法案 將會解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技術、 國家安全 和美國公民的私人資料構成的嚴重威脅 就事件美國聯邦眾議員 馬克格林早前警告 禁於台灣和烏克蘭 對全球經濟影響的程度不同 西方國家 不會容忍中共入侵台灣 全球團結反擊的力度 甚至會超過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擊 格林在5月5日接受News Nation的 《On Balance》節目主持人 尼蘭維特爾的採訪 維特爾問格林說 無論是由GDP、銀行資產 還是投資方面來看 中國的規模都比俄羅斯大得多 這樣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全世界是否還能夠團結一齊 來反擊中共呢? 格林回答說 你看的是中俄之間的差距 我建議你看看台灣和烏克蘭在經濟上的不同 格林指出 台灣製造全球94%的高端半導體 而西方國家 不能夠容忍中共奪取台灣的控制權 所以我們將會進行反擊 這是絕對的 而且每個國家都會團結一齊 程度可能甚至會勝過撐烏克蘭 在受訪期間 格林還說 我們一直都有武裝台灣 我們一直用軍事設備來支持台灣 這樣已經進行了幾十年 格林認為 中共也密切關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動 看到看上來好像強大的俄羅斯軍隊 在烏克蘭裡撤壽了 中共也會去想想自己的軍力到底有多強 當然他們也正在關注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所帶來的影響 格林表示 中共也會看到 即使俄羅斯擁有強大的力量 令每個人都害怕 但是他們在烏克蘭的戰爭 就是跌跌撞撞 這也令中共意識到 自己可能沒有原本以為那麼強大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張庭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